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不讲车 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大家看了这段影片之后 有认出视频里面的人是谁吗? 她就是我们的这个敲鼻公主 Joanne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follow Joanne 应该都知道 她最近刚刚买了一台车 就是这个GWM 的 Aura Good Cat 所以呢今天我们又邀请她上我们的节目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电动车的用车感受 而且她是我们第一个电动车的车主分享哦 如果讲你对电动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不可以错过啊 OK啦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想知道 就是为什么Joanne 会选择这个GWM 的 Aura Good Cat 这个当然是因为她好看啊 就外观上还是Interior 它的设计都是很吸引女孩子 就很适合一个小女生去开的 对 我之前看过一台车 就是她在那个车的那个车顶 她加两个猫耳朵 所以很可爱 她就是Cute Cute的Style啦 然后我身边艺人朋友也是很喜欢问我 诶 这样子很漂亮呢 我可以坐你的车吗 可以带我去哪里哪里吗 我想看看的 你看他们有讲他们想买吗 有啊 可是就需要考虑一下 需要考虑一下 然后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它强的地方 是像你讲女生会很喜欢 因为它的外观QQ的 可是问题是 你看女生开 它是很和谐的 很Q的 可是男生开的时候 它的那个又不会感觉很奇怪 对啊 就也不会哪里怪怪这样 尤其是它现在它有很多颜色嘛 就是你的是什么颜色 可能是那个米白色 米白色 我那天就在那个发布会我看到那个新的青色 它们叫奶油绿的那个颜色 那一个很好看 它整个interior 包括它的外观 它的interior 那个颜色就整个很mesh 而且它的armrest 还有一个小猫抓 对对对 我也看到那个小猫抓很可爱 然后重点是那天现场就有一位先生 他现场订那辆车 因为他喜欢那个颜色 所以这辆车真的是男女通杀 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它都会符合你的需求 对 而且它的颜色就是很少见 你在路上很少会看到米白色啊 然后把油绿啊这种颜色 玩的玩异 真的很好看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你会考虑到买电动车 电动车就是有一个点线的环保啦 另外来讲的话 我亲身体验了 然后我是Jet的 就是Engine每次你需要start就 对对对对 你有次冷车之后你start就 它就还会很抖 对 可是这个车就好像一首歌呀 它有前奏就是从顺顺的 你开门上车然后都是很宁静的 然后你start它 然后你开车 然后直到你 你甚至在Hollyton 然后你要走的时候 Hollyton的时候要走 然后它还是很柔顺的走 就是整两车 然后你整个驾驶体验是很好 然后很宁静很柔顺的 嗯它就不会像汽油车这样子啊 你踩大腰就嗯 那个声音 所以你开了 你开了这个电动车那么久啦 如果讲 你之前有开这个汽油车是不是 有有有 之前是开汽油车 两个给你选的话 你下一台车你会选汽油还是选电动车 电动啊当然 还是会选择电动 对 而且GWM 有送就是那个charger 然后就可以安装在家里面 然后我不需要去油车 嗯 所以哦 你自己家里就有那个充电的 所以我一回到家我就充电 然后正常就出门 我也不需要额外安排时间去 对不需要排队 就是回到家充电睡觉 对对对 你开了这个电动车 应该有两三个月了对不对 嗯 但是你有没有遇到人家讲的 就是电动车 可能那个range 不够啊 你时常要充电啊 或者是塞车的时候你怕没有电 你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有有 这个蛮多身边的任务啊 诶你开电动车 你不会怕 你现在突然间没有电 就没有充电的地方这样 因为又不能去油站啦 油站你会看马下很多 嗯 然后我就会问 诶你不会很怕怕家呗 嗯 所以大家要顾虑的话 可能你出外博吧 出原门的时候你要规划好行程 然后不然的话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在KL开车 然后都是上学工作 上学工作 所以几乎不会 不会到去担心这个问题啦 就是你不会遇到那种 哦电车子没有电脑 可是你还卡在车窿里面 对因为我买的是500km的续航 所以我大概也是一个礼拜 充一次电而已 那这样子很好 就充一次其实还蛮 没有到那么麻烦啊 我七天都不需要 顾虑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开过 电动车跑长途啦 自己充KL去冰城 就像你讲的 只要你事先规划好 这个行程 问题是不大的 就是可能你在充电的时候 就去吃个饭 因为你一定会吃早餐 一定会吃午餐 一定会吃晚餐 所以就在这个时间你顺便充电 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如果担心的话 你就每一天回家都充吧 如果不担心 其实真的可以耐耐一个星期 而且我耐耐一个星期 它不是变成100km 它就是还有多的 还有多 就是其实你用车的场景 就是它的这个续航 它的range 是可以符合你一般的 那个daily drive的使用 我一边去到最远 我就可能这辆车啦 目前去到最远是芙蓉 就可能从我家圈那边 大概一个小时半 然后我来回过后 它还有一半以上的店 这其实是很够 这样其实还ok 去到芙蓉就ok了 还有一半的店 我平常看抖音的时候 我有看到一些中国的小姐姐 给它们分享啦 其实这个ora good cat 它们在中国叫好猫 是小姐姐的车 对这个你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它有什么 design 是特别适合小姐姐的 哦呀 它有一个东西 就是别的车可能没有的 就是你看它是像 那个回头率很高 你就会有点 虚龙心 我感觉良好 所以它是可以满足你的虚龙心 对对对 会有这样的 那外观设计 就刚才我们有讲到 它就男女都通杀 这样其实除了那个外观设计以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 可能是比较适合女生的 比较适合女生 我觉得它的就是智能那个 是什么 它的系统 就是那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智能 哦那个安全 安全驾驶系统 对安全驾驶系统 就是可能我开在路上 因为因为我去学校 我学校是在苏邦那一带 嗯 六点放学的话 那段路程是真的是很快 你是所傍晚六点 对对对 OK我明白 也是真的很材质 一个15分钟车程 可能你要一个小时才能到家 那时候就会 因为你也上完课 然后很累 然后开车的时候 你可能会打开睡啊 然后你开院 就嗯 翻一下眼睛吧 然后有时候前面的车 brake 你就没有看到 叮叮叮 你就会醒来 然后它会自己 就是提醒啊 然后会偶尔会放心 对 所以这样我可以明白 因为我其实之前 我在那里塞过几轮 真的很讨厌 而且前面的车 就是动下停下 动下停下 是 而且我差不多每一天 都需要这样塞 所以就真的是 这个东西很好 就是救我的东西 嗯 这样你觉得这辆车 parking 会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哦 它下underground 的parking 的时候 嗯 然后我每次 因为你还一直开车嘛 就是没有这样 拿一只这样厉害嘛 所以我们就会每次 哎 有没有撞到 有没有撞到啊 这样 然后我就会用那个 还有那个360度的那个 camera 对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四周围 到底有没有到墙壁 是怎样 就那个东西很商店 那个东西 是 那个东西其实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 买车都是叫这个360度镜头 对 尤其是我身边 一些女性朋友 其实他们也是 他们很像买这台车 他们第一个问题 这样车有没有360度镜头 这样车有没有360度镜头 是它很重要 它真的很方便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太多 有这个东西 是你的一个安全感 对 哦还有一个点就是 你开在路上的时候 就有些地方比较窄一点 然后你就会打方向盘的时候 它就自动那个萤幕 然后会出来你的 摄自周围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 要靠近哪里啊 滴滴滴啊什么啊 就它很方便 让你知道 你可以安全的过那条路 然后我看到那个 Toeing 他们很喜欢就是 那一个 折扬板 拉下来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镜子 他们会在那里化妆 你有用过吗其实 有 就是我在我朋友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你的镜子借我照一下 我不喜欢这样 因为它两边都有 然后我们就各自照各自的 它镜子很大 因为我其实这个东西 我本身是没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的车子也是有 就是小小一片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 都不是重点 可是 当我的朋友看到 OracleCat的那么大片 他们就 诶 这样大片可以化妆什么 我觉得 有必要吗 有必要 真的有必要的 你还是每一次下车前 都要照一下自己 我现在要照一下妆容 是不是 对 你要补一下口红 然后它不下来这样 嗯 OK 学习了 所以 如果你的车子 你想要载小姐姐的话 你的那个化妆镜 你要换大点啊 OK 啦 就是作为年轻人 就还在读Corex 很年轻的 你是不是时常会跟朋友 有那种 出去玩的那种活动 会会会 那个空间表现你满意吗 我很满意 因为大家上车 多数的朋友一上车 因为他们expect 那个车的空间 就小小的 因为它很cute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是小小小小的 好像Myvi这样是不是 对 他们就一上车 哇 蛮大的哦 然后就觉得 嗯 这场车其实是蛮大 就是它的 你一边坐在后面 它的空间还是蛮大 后备箱 我都放了那个Scooter进去 电动的Scooter 对对对 塞的进去 塞的进去 对 也没有塞啊 就是 它真的就是 Bit的进去 嗯 就是这样 你有试过车上载满人吗 有啊 有有有有 那个动力OK吗 OK 就是踩了它还是会去的 是是是 就是不会Underpower 反正你开了这辆车 然后回去那个 汽油车 汽油车 就讲 为什么会走的啊 踩就很吵一楼 又不会去 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有 开另外一辆汽油车 就是我平时每一天都开 Ware a good cat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需要开一辆 一辆汽油车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 expect like 我要 我要换Lane的时候 我要去 Fast Lane的时候 我就踩 然后我expect它是 BOOM 这样子 然后结果它没有 它就 BOOM 那个洛杉大 对对对 让我解 know 是不是要撞了啦 对 hate 是蛮危险的这样子 电动 начал有这个好处 对对还是 我这样听你讲 你真的很满意 满意 非常担心 每一个人问的 我都是 都是 真的是幸福 Remove 对 你讲了那么多 关于 Ora 有什么功能是你觉得你不可以扫掉它的吗 不可以扫的 就是那个 Apple CarPlay 吧 因为我们做这一行的拍摄的地点时常会不同 然后就一定会开 Waze 可是如果你用 Waze 就平时我是用那个不开这辆车的时候 是用那个分红的这样夹住 然后有时候你过 Bumper 还是什么 你动一下就掉下来 就很麻烦 然后 Oracle 它就有一个就是你能直接接进那个大萤幕 而且萤幕很大一下 就是你不需要看这个 Samsung 而且你这样的看旁边就可以了 对 萤幕都够大又够先是 所以你觉得是不可以扫的 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看 Waze 就是如果它是这样小一个 然后它又时常掉下去 就说要转了 怎样了 这样你会手忙脚乱 然后那个东西就很方便 你就在那边然后你就专心的开车 然后看那边然后看哪个车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车都应该有这个功能 是 一定要 所以那种还没有这个功能 自己阿嘎阿嘎一下 那我问你一下 你会不会每天都会有一个很期待的感觉 就是每天早上可以开这台车 这样子 会啊 会会会 其实就是它会给我一些 你怎样说的 就是情绪价值吧 就是可能我今天早上起来 然后我知道我今天会很繁忙 可能早上读书一下 我要工作晚上要练舞这样 这样的一个行程 然后会有一点沉重的心情 就会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忙的一点 可是你一进去这辆车的时候 你要开车的时候就觉得 嗯 很美好 今天天很蓝 车很美 然后就心情会瞬间的好载 所以意思就是 本来人是很blue的 对 一坐进去就嗯 拼拼 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对对对 其实就是身边 就是它环境很精致 然后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心情 对 它真的很爱它的车 非常爱 因为基本上人家可能车子就是一个移动工具 然后它就是对它的 你可以感觉到它对它的车子是有那种爱意在的 真的不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开的是另外一台车的话 可能你的心情就 嗯 不一样 这种爱意是在言语中会感受得到的 这个才真的是爱 所以它会觉得看到它的车它就开心 所以你看到你的车你会开心的 不开心就换Aurea GTi 哈哈哈 好啦 到了这个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来请Joanne唱一首歌 来表达她对这个Aurea GTi的看法 准备好了没有 就 雪猫叫吧 对吧 因为Aurea GTi OK好 1 2 3 我们一起雪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娇 哎呦喵喵喵喵 我的心脏蹦蹦跳 迷恋上你的坏笑 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 其实这首歌还真的蛮适合 OK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还有follow一下Joanne喔 OK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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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